主天欢喜 阿弥耶 王国快乐 共云祂祭 阿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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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主日的清晨 我们一起今天来数算我们在神面前的福分 这福分有一些是我们经历过的 有一些是未来的 今天主要来讲的是未来 而且普及整个宇宙中神要赐下的福分 最近的信息是因为在启示录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问到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讲启示录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天天都要想念着主随时可以来 刚才讲的慈爱的天父 我心真感谢你 主耶稣 每逢想到你 我们的心就觉得甘甜 我们是在地上为国民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 在诸天界的 所以今天讲到的这些 对我们可能不会非常的陌生 然而对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 是一个极大的提醒 就是他们要听见福音 是要靠着我们的已经信主的人的见证 这样的一个福分 神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见了福音 别人付了代价 很多的人祷告 也很多的人 用各样的智慧 付出他们生命的代价 很多的宣教士 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中间 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 也希望能够继续的成为神的精兵 把这一棒传得很好 只等到我们见主的日子 启示录第六章 你们讲到的 1234566印 带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在这样的灾难中 神让人能够回转归向他 这是神的美意 今天我们不在灾难中 我们很难想象 为什么需要归向神 然后我们今天也在第八章 第一节那里开始 是第七个印 还没有揭开以前 因为那里会带出更多的灾难的时候 在这里神特别用第七章 插入了一段 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些鼓励 也希望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 安静并谦卑地来思想 神要向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聚集 是在神的面前 会得到圣灵的指引 因为神的话 他是能够运行在人的心中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 是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以及他再来 并且到最后世界的终局 这三大题目的一个综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我们也能够经历到 原来在其中我们也能够有份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在今天的敬拜中 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做工 感动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起来愿意成为 诸你自己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也成为 诸你自己心意的满足 愿助 得着我们全人全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刚才讲到的许多的灾难 最近因为我自己遇见了一些灾难 所以我也非常敏感的听见 有一些人也遇见 比较相似的灾难 今天就有人告诉我说 他也在开车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小车祸 小车祸 感谢主 不是大车祸 一个月前 我自己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第二天 我有一位做牧师的同学 他说 他也在跟我差两天的时间里面 也发生了一件 这些都是一些极小 蒙神保守的一些灾祸 这些灾祸的领导提醒我们 可能就在那零点五秒不到的时间 就决定我们这个人还是否在地上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可信的 就是我们将来只要是信主的人一定会在天上 而且是平平安安的 而且是喜乐的 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难处中间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如果在大灾难以后发生在我们中间 你第一个想见到的是谁 或者你想通知谁 或者是你在天上 看见 还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或者是这些人 已经蒙神第二次的恩典 请注意听 这不是说 我们活着时候不用信主 这乃是说 当大灾难以后 教会被提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不在地上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看见了 原来 神讲的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的时候 他们就归向神 那个时候才悔改 那个时候经过了灾难以后 敌基督出来 开始大迫害的时候 许多的人就归向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下面 我们一起的来看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 曾经讲过21节那里 他说 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一天 会必有大的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么大 这么厉害的地震 我们就晓得 今天我们看到好大的困难 天灾 甚至我们疾病瘟疫 我们不晓得 还有更大的一些在后面 是末后大灾难期要发生的 启示录16章18节 里面又在讲到 原来又在最后的日子 有那些闪电 并且声音雷轰大地震 他怎么写呢 他是自从地上 有人以来 没有这么厉害的 所以耶稣基督说 原来那只是灾难的起头 原来直到如今 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以后也必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里所要看到那个灾难 是完全人的力量 无法抗拒的 所以我们要从地上 我们的眼光转到天上 愿神保守看顾我们 所以我们先来看 神保守他的子民 要在灾难里面免受灾难 在大灾难里面能够脱离 我们这里首先看到的 就是此后讲到的意象 启示录一共13个意象中 我们现在进到第四个意象 这个意象就是 我看见在天上 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视角 只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这些我们看起来 觉得是神话一样的 就说怎么会有这些 其实我们看不见的神的死者 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 早在西伯来书 已经讲得很清楚 原来 原来所有一切的权柄 都是在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用他全能的手 拖住万有 他不但是创造了神 并且拖住万有 在耶利米书第49章36节里面讲的 神使四风从四方刮来 这样的风是临到列国 没有一国是不被波及到的 今天我们都想到 随便一点点小的事情 会影响到整个的大局 这些事情在神的手中 所以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讲到 神死 他的死者是以风为死者 以火焰为仆役 所以这些火风 以及天上地下 还有树木 这所有一切在海上 这些都由神来掌管 但是感谢主 在这样的一个风 要临到要毁灭地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突然有另外一个天使出现 从日出之地上来 从日出之地 就是从东边出来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主 他在旧约里面 他的名字叫做 The Angel of the Lord 在旧约里面出现的 The Angel of the Lord 就是指的 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天使 天使都是他造的 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 凡被造的没有一物 不是借着他造的 但是 他是传递信息的死者 所以 我们看见 这一位出来 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 他是手中拿着永生神的印 也就是说 他带着永生神的全然的权柄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向那得到权柄伤害地和海的四位使者 大声地喊叫 说地和海并数目 你们不可伤害 怎么是不可伤害的 那不是交给他们的吗 他们的功能就是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 这边有一个时间上面 特别重要的一点 说等到 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今天 神所看的 原来在这个地上 大灾难来以前 教会被提 已经信主的 已经离开 这些人悔改 这些人悔改的是谁啊 神要印他们的印 神的印 是在他的额头上 是让人看得见的 每个人额头都是看得清楚的 除非你的头发一直把它遮到 不然一般都会看得见 有的人是看 遮住了 但是也会常常把它打开一下 当然有一些人是 没有头发 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事 我可以讲 你们不要 有头发的人不可以讲 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一个作为 就是让人都看见我们是谁 我们进到神的家 人家看见我们这些人是喜乐的 我们看见这些人是有爱心的 这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中间 让人看见的是 我们这些人是属神的 是有指望的 这样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说主啊 你早已圣灵做印记 印了我们 印了我们 这个人是完全的归你的 所以印记是归给神的 第二个 这个印记是保护的 是完完全全在神的保守之下 而这些人是谁呢 这边下面接着就讲到了 他说我看见以色列 有十四万四千人 今天好多的人说 他们是十四万四千人中间的一些 但是他们不是犹太人 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但我们今天也可以说 凡是现在信主的人都是犹太人 这里所讲的这些 是把他们的一个支派把它写出来 如果只讲犹太人 你可以说我也是犹太人 我们是真犹太人 是不是啊 当然是保罗说 是的 我们是的 我们是真以色列人 我们是真正心里面 是受了割离 耳朵也受了割离的 可是在这里的这些犹太人 是当时神已经定规这事 让我们每一位 在地上信主的这些外邦人的树木满了以后 犹太人才要得救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他们遵守神的律列典章 他们犯了错误 神就折打 他们好好跟随神的时候 神就祝福 因此他们的人数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是非常的杰出 讲到犹太人 他们到最后认定我们这一位神 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 像我们这外邦人随便讲了 说我认罪悔改 我就是信主 我就是神的子民 他们不能接受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也可以了解 他们世世代代这样的敬前 跟随主奉献 然后受旧约的律法 然后背诵 圣经里面旧约的Torah 这些圣经旧约 怎么跟我们这些人是一样 而且甚至我们 说我们更是神的子民 他们不能接受 然而在这个时候 他们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 他们就知道原来被提以后 教会被提以后大乱 到最后以后敌基督又起来 整个用他的威势 气愤愤的来压制残害所有的人 所以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信主 在他们信主以后 他们起来成为极其强大的军队 这真是马太福音24章 你们所讲的 福音要传到地级 然后末期才临到 这传到地级 虽然今天很多宣教说 我们也有份 我们只是做一点松土的工作 我们只是做一点点浇灌的工作 我们不晓得那些犹太人 他们未来要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是把他们的生命整个的摆上 他们所有的一切 他们通通不要了 我们看见5月14号1918年 当他们回归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他们许多的人把他们美好的前途 他们已经有的所有的资产 他们放下 他们要回去 他们回到神所应许之地 今天那样的一个回去 还不及这里的万分之一 因为这里他们这些人 全部都是把他们的景象置上的 因为他们知道那一位 他们所瞧不起的那个耶稣 用枪刺他的那一位 撒加利亚 书上写的那一位 就是弥赛亚 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起来成为神的见证人 今天这样的一个记载 让我们想到说12个支派都在其中 但是弹支派不在 弹支派到哪里去了 伊法林的名字没有写下 只写了约瑟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解释 说原来神立牛变为长子 但是他行了淫乱 上了他父亲的床榻 因此他失去长子的名分 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 就是两份 所以约瑟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做伊法林 一个叫做马拉西 马拉西是先的 伊法林在后 但是神的看法不一样 是把伊法林立为长子 所以约瑟就两个支派 因为长子是得双倍的祝福 他有两份的产业 所以神在远古以前 早就把这些事情 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到了末后的日子 这些事情都要成就 所以那时犹大士君王 他胜过了一切的仇敌 但是长子的名分 却归了约瑟 所以在这里是很清楚的 约瑟支派中间 包括伊法林 还有不是马拉西的 都在其中 好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弹支派 他是第一个拜偶像的 率领整个的以色列人 去拜偶像 这个在四世纪里面 我们就看见了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我们不愿意 看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 他们居然自己立了 一个祭坛 他们自己把这个律法书上 所讲的不可以做的 这种雕刻的偶像 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 他们放在 但这个支派的里面 所以那时候 神的约瑟是在四螺 他们却不去 与大家分开 他们只做 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这样看起来 这个神就借着 但这样的一个 拒绝神给他的那一块产业 他们没有取那一块地 为产业 他们到最后 在神末后的旨意里面 这十四万四千人里面 他们无份 这是一个非常 重大的提醒 我们今天 每一位都要小心 我们心中不可有偶像 我们要打碎中偶像 这个偶像是什么呢 以福所书五章五节里面讲的 凡贪婪的就于拜偶像的是同罪 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 对神给我们的这一份不满意的 都显在我们的脸上的 人看见我们不快乐 觉得神欠我们 弟兄姐妹欠我们 所有你的同事欠你 所有你的父母 儿女都欠你 我们就是 人看的 我们的时候没有看见 我们像保罗说 我们是欠债的人 我们个人 每一个人 是亏欠神的 每一个人也亏欠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教会才会经历到 神他的同在 免得我们失去这样的机会 成为得胜者 我们需要真正的看 原来以法联支派 有神曾经给他们的十个支派 但是他们弄了金流毒 有一个金流毒是一个祭坛 是放在淡那边 为什么放在淡那边 因为他们这些人 就是会拜这些 这个秋坛 这些坛上的 那些不是神的方式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们来敬拜神 来侍奉神 必须用神的方式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必然像淡一样的 失去了 可惜了 这个神一定要给我们的祝福 结果却被人夺去了 所以启示录里面讲的 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 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 也要小心 所以诗篇第十六篇 第四节第五节里面讲到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自己问一下 我们有多少愁苦没有 我们有许多的愁苦 我们的愁苦真是苦大愁生 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出来 我们的不快乐 其实都不用讲 都写在我们自己的脸上 我们求神 这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不好 新的一个作为要显出来 我们的教会是神祝福的教会 神让我们来经历 在地上的敬拜 要跟天上一同唱和 我们看一下 有另外一批人 他们这时候到了天上 他们是谁呢 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第九节 就是在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他们身穿白衣 并且手拿中树枝 他们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当他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 众天使 还有并且许多的众长老 伺活物都在宝座前 也就是说他们在靠近宝座比较外围的 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全部大家都做的 就是他们面浮于地敬拜神 今天我们来敬拜 我们很舒适 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心要归向神 主要我们的神真神我们敬拜你 我们真的全心来敬拜 我们把神看为我们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如果不是我们今天从这里好好来看 这一群人为什么这么敬拜呢 因为他们是有特殊的背景的 为什么有特殊的背景呢 因为这是在信徒被提以后 他们这些人才得救 跟在犹太人得救的时候 他们也得救 这些人他们将来要看见 他们都会回想在这个世上的时间 他们拒绝神 但是神没有拒绝他们 神给他们机会了 请大家注意听 我并不是讲说你不要信主 将来还有机会 你必须在这个肉身之间 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为什么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这些人是被提的 他们以前是坚决不信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被提了 被提到天上 他们未来看见这些犹太人 他们不信的被提了 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这些数不过来的人也都被提了 他们有后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时候 还有那个收割庄稼的时候 许多的人经过大肆虐以后被提了 还有一些在启示录十五章 我们看见那些人拒绝拜这个敌基督 他们也与圣徒一样被提 最后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里面 还有一些人要被提 这些是为神做美好见证的 感谢主 当这些人他们拒绝神的时候 神没有拒绝他们 神永远不拒绝 因为神悦纳我们 不是我们这个人好 或者我们这个人聪明 或者我们这个人过去 曾经做了哪些事情 让神感动得不得了 并不是这些 因为所有一切的恩典祝福 你的聪明智慧能力财力 全都是神给的 而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所得到的 是为神来经营的时候 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亏欠的 不管你是谁 都是一样 因此在这里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 乃是一个在基督耶稣他爱子里面 他对我们完全的接纳 只要我们进入他爱子的里面 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人 因为这里的人 他们是来敬拜的 他们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今天大家不认识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一位坐宝座 接受敬拜的真神 三一真神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拜天父 我们敬拜圣子 我们敬拜圣灵 他们是同等同容 他们在整个的宇宙的 整个的创造中间完全有份 在救赎里面有不同的职份 他们要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完完全全的 带回神的家 这是我们天上的福分 天上的福分 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 教会被提的时候 我们每一位不要经过大灾难 不要经过那么大的痛苦 因为你可能没有经过痛苦 没有经过非常大的痛苦 你不知道那疼痛到什么地步 今天早上 昨天我还写了一个微信 给我们陈淑云姊妹 他在我们中间是病重 癌症 末期的时候 信主 受洗 归在主的名下 他遇见了很大的 这个手术 痛苦 疼痛 非常的疼痛 我今天稍微有一点资格 可以讲 一点疼痛 因为那 不是一般的疼痛 你说你又没有经过过 你能够讲吗 我问他 他说感谢主 他永远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 在这段时间里面 神允许他 又给了他一点 时日 让他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他是 这个是末期的 我们中间其实也有 其他的过去 有范玉玲玲姊妹 他只有剩下最多两个礼拜 可以活的时候 神拯救了他 一直到现在 他因为搬家了 不在我们 有的时候他偶尔会来 我说他不在的时候 他会说 我在 你没看到 感谢主 神医治 我们的创伤 他那个是 肝 癌 散步 小肠 打肠 切掉了很多 那个癌细胞 已经蔓延的时候 全身都是时候 被神医治 这样的事情 是神 让我们在痛苦 急难 灾难里面 归向他 我为什么说 我可以讲呢 我今天站在这里 大家会觉得 他还活着 感谢主 我还活着 但是我 26天前 我做了一个口腔的手术 这个手术 是把那个 横长在里面 完全看不到的 智慧瓷 拔掉以后 旁边还有一些 壮肿 要取出来 要挖出来 因为已经 50年 在里面了 所以 化验 感谢主 我现在 不会是因着这个 壮肿而死 因为他们说 是良性的 但是 这一个手术 是非常 厉害的手术 这手术里面 完了以后 我完全不知道 会有什么 后遗症 所以 我出去讲道 就是我三个礼拜前 在你们中间讲道 这都是在手术以后 当然也有人说 也不知道 你不可以讲话了 也不知道 我不能出去了 但是 神 让我 每一次 讲道的时候 都觉得是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所以 我答应了他们到 去带 布道 培林会 我去了 他们不知道 我在 服药 他们也不知道 我可能根本就 没有办法张开嘴 讲话 他们不晓得 但是 那天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祷告 有很多的 同工 在为 整个聚会 在祷告 是沈松牧师 跟张维忠牧师 两个教会 他们联合举办的 张维忠牧师 是欧洲校园团契的 总干事 他们那边有一些 Anne Albert 他们在公立学校 是第三名的 他们排名 他们也有 很多很优秀的人 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 我有机会 去跟他们传讲 神的福音 那一天 真的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的软弱 我是进食的光景下面 要传递这个信息 他那个堂 非常的大 六百人 但是来的人 不是很多的 他们本来 两个教会都不大 所以做得非常的善 但是 圣灵做工 圣灵做工 当我呼召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举手的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神已经告诉我 今天会有很多人信主 所以 我就 在那里 再一次的 告诉他们 你们今天 可能觉得举手很难 我也经过过 有些人觉得举手很难 但是到前面来吧 结果后来 他们中间 除了一个藏传佛教的 其他的 都到前面来 我们看见 神自己的这个工作 绝对不是在我们 强壮的时候 神要做工 通常是我们 最软弱的时候 通常是我们 最无能的时候 神 他自己 亲自的 触摸到这些人 感谢主 在主日的时候 也有 几位 他们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做求 今天为什么 这些事情 是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 去传扬福音 是这么重要呢 就是我们在无时无刻 神的圣灵的能力 都预备好了 要我们去传福音 今天我们不肯传 神实在用天使传 在穆斯林的地方 偶尔有 但是就是最艰难的地方 他还是要有人一起去 曾经在穆斯林的地方 有一个村落 他们整个全村的人信主 是因为他们追溯到 最早先的时候 有一位宣教师 就在那里 传福音 最早传福音 在那里 殉道 一个人都没有信主 一个都没有 这是很软弱的 但是 后来天使造访 整个的村 早上起来 全部信主 但是这样的情形 是特例 因为那里实在是 没有人可以再传了 也传不进去 但是今天 大部分的时间 甚至天使是随着人 感动人 甚至以人形出现来帮助 但是还是要我们传福音 所以我们礼拜六 就是这个礼拜六 我们有一个教会 2019年 我们的扩大同工会 同工研讨会 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要来看 如何的有效的 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是人人都可以有份的 我们需要这样做 我们不要再等候了 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借着别人让我们得救了 我们今天不受地狱的刑罚 然后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主 成为一个大蒙倦爱的人 可以 把宝藏神 给吃给我们的慈爱 我们将来看见的是 眼睛没有看见的 听见的是 耳朵没有听见的 心里面想的是 人心想象不到的 神把这样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 而我们不能不传福音 所以请大家九点钟到教会 我们四点钟结束 你说实在不行 我中间来可不可以 也可以 不过 希望我们一起来 我们中间有大部分的时间 是双向的研讨的 绝对不是说 牧师又来讲一堂 我也不是说不想讲 但是讲也没有用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是神说是人人皆祭司 是每一个人要起来 要做这个服事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用那个不行的人 那你说 那我行 所以神就不用我了 不是 我们要认定自己是不行的 神就会用你 在四五个礼拜前 我们在Stanford的团庆里面 就有三个人 三个人 他们听见福音 就信主 那也是 有一个人是第一次 他是个博士 他也是学科学的 他不是随便就听的 另外一个也是博士 另外一个是医生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 会 前几天我们中间也有几位 他们是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他们听见以后 他们愿意相信主 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怎么能够 让任何一个人信主呢 我们不能 但是神能 因为 因为圣灵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你们只要是愿意的时候 也许你说 我自己就很软弱 我自己还不晓得 我将来会不会在天上 那你更该 一起来 我们这里是所有的人 我邀请大家 能够来 如果你们说来了 大家都来了 午餐没得吃了 怎么办那么多人 你不用担心 有一些人可以进食祷告 还耐得住的 我们在Costco很近 他们就去买一点披萨来 你们也可以吃的 我们不要太担心这个事情 你说我从来都没有来 我来了人家会笑我 你也可以笑那个人说 你怎么也来了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你不要以为说 你是要被撇下的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今天这个年龄呢 我要慢慢慢慢的 也要退下来的 我也希望 这是我蒙招的时候的祷告 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 会要兴起来 但是这些人也不是天生的能力 乃是倚靠神的大能的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 原来这些人所要 在宋天使的面前 要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你看这七件事情 都是重要 他们把宋赞归于神 今天我们敬拜 就是把宋赞归给神 我们宋赞 荣耀就是 当然是属神的 但是神要率领 众子进入荣耀 这样的一个荣耀 非我们今天所能够 地上的荣耀 与他相比 到那一天 我们自然会看到 智慧 神的智慧是 无限的广大 带领我们这些 所有的人 在接触基督 他爱子的里面 得到救赎 是完全的救赎 是耶稣基督 亲自为我们付的代价 那个祭物 他留出了保险 他是让我们 这个人是属神的 是让我们这个人 完完全全的是归给神 而且 我们这个人 是圣洁在神的面前 归给他 我们更是 没有一点点瑕疵的 也就是将来 在神的面前 是完全公义的 这个在任何的地方 你不会听到 也不会有人保证你如此 只有耶稣基督 他就是这样的 圣洁公义的神 他却来到世上 把他自己 所有的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所以在七个里面 我们讲到了 要将荣耀 要归给他 在送赞 荣耀 智慧 我们都归给他的时候 有没有感谢 有没有感谢 要归给他 今天 我愿意把 所有我全心的感谢 归给神 这么多年 神呼召我 带领我 引领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是非常多里面的亏欠 甚至在里面 也有很多的不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读圣经 你就知道 神托给我们 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是耶稣基督 用他保险 买来的教会 他要我们来侍奉 要我们来服侍 每一个人 要我们来接纳 每一个人 要我们来劝诫 每一个人 要像保罗一样的 流泪劝诫 有的时候 真是流不下眼泪 想说 切片洋葱去 看看能不能流吧 这是流不出来 这不是 外面可以装假的 但是我们的神 是一切的尊贵 跟权柄 都是他的 他的能力 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是否在那一天 与众天使天君 与神 宇宙 所有一切的大乐团 一同唱和 而你在其中吗 你会在其中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感恩 因为他们本来不在里面 在教会被提的时候 他们无份的 但是他们听见了 他们归向神 今天也愿神 带听我们 印度有一位圣徒 他叫 孙大信 我是沾到他一点光 其实 他是印度的翻译城 他 那个信心 当然很大 但是 我们今天也不要忘之菲薄 你知道他开始出来 认识主 信主 十六岁 十七岁 传道 一直到他被主 你接去的时候 他只有三十三岁 三十二三岁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有任何的借口 他就是 没有那么多的神学训练 没有那么多的神学的书 他也没有那么多人来帮助他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单纯 依靠神的心 他出生于九月三号 1889年 他的负担是在中国 所属的西藏 那个西马拉雅山 在那个非常寒冷的冬天的地 他信了住以后 他就是一个外套 披着这么薄薄的 他是赤着脚传道的 走在冰血上面 这么多年 他就在那里传扬福音 神迹其实随着他 神也屡次把他的灵带到天上 让他看见未来的事 所以他所看见的事情 等到他三十一岁的时候 他有机会去到西方的国家 英国 澳洲 这些地方 甚至瑞典 那些 那些王 那些神学家 听见了以后 没有不佩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亲眼看见 看见了神 看见了意象 他回到这个地上 他所说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是这样的美好 我所得的所有的一切 太过的丰富 太过的满足 他出门从来不待一分钱 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但是我们感谢主 当他艰难的日子 遇见被人丢在那个必死的 那些井里面 枯井里面 跟死人的腐肉 跟枯骨在一起的时候 神亲自拯救 在矿业里面 有这个豹 跟他在一起 那是会吃人的 有毒蛇 跟他同睡 但是神 就是使用 他自己的仆人 因为他早就 将他 所有一切的喜乐 都放在建筑面 天上的日子 他带领了无数的人 归向耶稣 而非我们所能想象 这是我们今天 知道的 他的感恩 敬拜跟侍奉 只是说 他是一个罪人 他烧圣经 他拒绝神 他跟人辩论 但是神 仍然爱他 今天这 所有数不清的人 都在神的宝座上 他们为什么这样的 感恩 因为神没有撇弃他们 我们看最后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出来的 长老都有一位 问约翰 说 你知道吗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约翰不敢回答 约翰说 主啊 你知道 他这个主 并不是指的主耶稣 他知道这一位 是带着权柄来问他的时候 他谦卑地说 你比我知道 今天我们如果活了九十几岁 是耶稣最爱的门徒 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 太初有道道与神神爱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借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物 不是借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生命是人的光 他能够写出这个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他能够面对面的 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 耶稣说 让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他看见耶稣基督 像他这样的显现的一位 谦卑在主的面前 他为什么每次复复 因为他谦卑在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所缺谦的 就是这个谦卑 我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 什么都行 什么都能 什么都是 其实不然 今天愿神帮助我们 这一位听见了 就跟他讲了 这些穿白衣的 白衣代表着圣洁 白衣代表他们没有瑕疵 这些人手中拿的中树枝 这是一种欢乐的日子 是要迎接大的祝朋节的时候 他们所用的 也就是说 整个的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与人同住的日子 到了 那些在旷野里面 犹太人的日子 满了 那个祝朋节的 喜庆 要到了 千禧年 要到了 我们真的是迎接千禧年 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吗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那日子的临近 我们今天也能够欢喜快乐 这些人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他们本来是要下硫磺火壶的 要永远离开神的面的 因为他们拒绝神的 但是在这里 神告诉他们说 耶稣基督说 凡 到我面前来的 永远不饿 凡信我的 必永远不可 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六章 三十五节里面讲的 我是生命的良 后面接着就是 讲到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的饥渴在哪里 我们渴慕的是什么 我再得到一点 再多一点 再给我一点的机会 我再服侍 我再参与 或者人家对我再好一点 我再对他再好一点 或主啊 我这样的福分还不够 要给我像给那个人一样的 我就干了 是吗 我们的饥渴是什么 求神帮助我们 日头和炎热 必不伤害他们 你知道我们所处的 这个地球 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神精心设计 为我们预备好的 如果没有这一些 大气圈 没有这个臭氧层 没有这些各样的 反射 折射 把这些宇宙中间 伤害我们的射线 挡住的时候 我们没有谁可以存活 我们每一个 今天要晓得 这些天气的炎热 如果没有这些 特别神的安排 我们白天热的要死 都烧起来 我们晚上的时候 都冰冻了 我们知道 到这个 绝对温度 零度的时候 我是学化学工程 所有的东西 都是破碎的 像玻璃一样的 玻璃破碎的一样 brittle 没有什么可以存在的 神给了我们 所有一切的帮助 我们今天要知道 他们不会再饥 不会再渴 日头也不会 这个在炎热 伤害他们 因此在宝座的羔羊 要牧养他们 是亲自的牧养 今天那个牧养 跟过去的牧养不同 过去的牧养 只是没有看见 只是我们渴了 他就给我们一点水喝 积了就帮我们 一点东西朝场上 然后有野兽来了 帮我们赶走 这样 但是这里的牧养 它是一个权柄的牧养 这个牧养是用铁杖管辖 这整个的宇宙的 这位真神的儿子 他不但自己牧养 并且要分派我们去牧养 所以这就是与主一同 做王掌权 直到永远 也就是像大卫 他就讲到 那一位牧者 所以我的仆人大卫 必要起来牧养以色列的名 你在以西结书看到的时候 你说奇怪啊 大卫都死了 怎么会写这样的话出来 今天神要我们来牧养 牧养我们周围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不管是你的家人 是你最亲的儿女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今天我们还有机会 不要浪费掉这个机会 因为高阳必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那里的水 并不是有限的 是泉源 是源源不断的 生命的水 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个眼泪不是旧约里面 我们犯罪流泪 神把我们装在皮带里 不是我们悔改那个眼泪 这个眼泪也不是我们现在的 劳苦我们现在的挫折 那种眼泪 我们今天一讲到眼泪 主啊 帮我装在皮带里的时候 我们好委屈 那时候是一个喜极的眼泪 身臂会擦去那样的眼泪 因为我们都是蒙受大祝福的 高阳要亲自的牧养我们 这些人还没有我们的福气 我们在经世 在教会中我们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祝福 我们什么时候接受那在万有的主宰 所赐下的福分 就是用他自己的血买了我们 我们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今天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 到那日都得到天上福分 我们中间还有人过去 并不认识你 但是今天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就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只有从死里复活的高阳 是爱我们把自己的性命舍去的 只有他是富足为我们舍弃成为贫穷 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 也只有他是带着尊贵荣耀 奖杯 成为形容憔悴枯高 好让我们得到那尊荣 可以得到那荣耀的身体 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 我们必欢然献祭 我们中间过去一直有挣扎的 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 成为神儿女的 请你举一下手 请你举一下手 那边那边 中间为弟兄 好请放下 还有没有 在我们中间 今天 圣灵感动你 不要到那日 已经太迟了 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今天不会要你们到前面来 你就不举 心里面跟主说 神啊 你赦免我 赦免我 声明我不认识你 不帮一切荣耀归给你的罪 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你的 万有都是你的 你托给我们经营 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你 在一生的道路中 就我们的福分是在天上 主啊 这个天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 这天就来到地上 我们就经历了 那永生就就在我们的中间 就在今天 就在我们所得到的福分中 愿主 今日 所应许的 就是在人前认你的 将来你在众人面前 必认他的名 主我们感谢你 救恩今天临到 因为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 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日子 我们心里面 相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口里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救必得救 愿主 你今天愿纳我们每个人 在你面前的光景 愿那日 我们没有一位是失落的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感谢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